自有人類文明存在,就有罪案的發生 極度深寒奇案,帶你進入犯罪者的黑暗世界 大家朋友,回到第二節的極度深寒 今晚就是講大興村鹽業的瑞絲案 就是關於一個女生,很年輕的 剛才看到她的樣子,就是殺了一個男朋友 其實她在那個年代又到了中七 如果不是一時不小心她去卡拉OK 其實她的命運可能得到一個完全的改寫 而那個男生,她也是很年輕的 在案發的時候,是22歲的 如果她又肯咬緊牙筋,捱過她 其實到今天她可能已經成為一個 在社會上打滾得不錯的一個人士 其實有些朋友說,拖樑 現在當然地盤也會有拖樑 但現在地盤的拖樑就是 這間拖樑你可以去另一間做 如果拖樑就沒有人做了很多公開 現在確實是,以前那個年代 其實你是沒有什麼公開 如果你不肯被拖樑,去另一間 你也是很難生存的 社會上確實是分別大了 我們這一代的生活 會捱交貴租或者住屋的問題 買不到樓 但那時候他們面對的問題 可能樓價便宜一點 但人工低一點,一樣買不到樓 香港人這麼多年面對的問題 永遠都是買不到樓 是真的,說真的 你薪水少,你便買不到樓 以前那個年代 你現在的樓價貴了 你薪水高了 事情便拖樓 總之我們在香港生活 你一輩子想著 你的生命就是 由地產商而打工 你的財富 難壓在幾個地產商手上 其實真的 你做生意也是 你做生意開店 香港的地產霸權 是不能說的 剛才我說的 你選錯的東西 是會令你恨錯難翻的 這件案件 是否能夠引證恨錯難翻的四個字 絕對可以 是不是真的難翻呢 我覺得是墮落天使 為什麼 因為大家看到她的條件 一個這麼漂亮的女生 如果她沒有遇到張惠文 她做什麼都可以很成功 加上她應該是一個聰明的女生 是 可以這樣說 我有點同意 但另一部分我不同意 我覺得 就算你漂亮也好 你有個智慧也好 我覺得不多不少 要說起你小時候 你父母對你的管教成不成功 如果父母把你管教得好一點 你就不會留念在那些場所 然後你就會認識的朋友 就不是那些人 但有時候真的很難說 你問我 我都有去過卡拉OK 但我去到那裡 又沒有遇到這樣的事情 我很幸運 你那區怎麼跟那區 天淵之別 真的嗎 去到那麼糟糕 當然是天淵之別 你住那區 那我都會去旺角 小時候覺得旺角已經是最頑皮的 不是 屯門那區和離那區 已經是兩回事 我們小時候見到這些 有錢女 神經病 真的這樣說 我們小時候見到 不是這樣壞人 區區都有的 就不是那區的 命運 有些時候人的事情 都說了一點點命運 這麼小時候 十多歲去卡拉OK 因為你看到當時張偉文在裏面做事的時候 鬼知道大家認識什麼人嗎 有些時候就沒得說了 我們看一看圖片 我們再講這件案件 下去 要講到情人節 情人節 情人節你不收花 你會不會生氣嗎 我不會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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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經常收到的 不是經常收到花 對 哇 那些馬路很便宜 很便宜 很便宜 套現 因為真的很浪費錢 沒有禮物呢 我覺得禮物應該要有的 即是給禮物就可以了 禮物可以的 花可以不要 就好像生日可以不吃蛋糕 但有禮物也可以 我覺得這樣 情人節裡面關於送不送花給女生 我覺得你很難說 第一年就不送 第一兩年就送 又或者未吃的就送 即是你吃了幾年就不要浪費她的錢 其實花是可以其他日子送的 即是譬如生日那些送 我可能便宜幾倍 那你也挺省健的 當然 吃飯我有時候我都會選不在情人節那天吃 即是前後這樣吃便便便宜很多 唉 哪有本事有情人 有時 最重要是有 有些人會問 情人節去哪裡玩 哪有本事有情人 今時今日 JAM哥說這些 這些情人的成本 真的不是便宜的 阿成當日回到大慶村江月樓 找他的同村兄弟阿文仔 看見門便關了 他覺得拍兩拍 不對勁 為何不對勁呢 剛才不是說文仔沒有工作 只是在家裡而已 平時他打開鐵閘 又打開門 你進去看見他 拍兩拍門 文仔他便馬上出來 屋邨友是這樣的 但當日發現了鐵閘又鎖了 木門又鎖了 他覺得很不對勁 就立即打給文仔的弟弟 文仔有個弟弟 說中午 打給他弟弟 就跟他弟弟說 你哥幾十年沒有出來 在大慶那裡 你知不知道 他弟弟跟他父母和後母 和同父義母的妹妹 住在元朗 他弟弟立即在元朗過來 他說沒有我哥哥的家裡有鎖匙 他說沒有 那怎麼辦呢 他說不過我哥哥的女兒 就是阿詠儀 阿詠儒 就有時放在旁邊的姨姨 幫她照顧 姨姨有她家裡有鎖匙 叫姨姨來 就幫她拿鎖匙開 一開就發現房子裡有些亂 還有鐵閘有少許血跡 加上房子裡有一陣陣陣的臭味 一看就看到文仔不在裏面 文敏也不在裏面 但房子裡有兩個房門 大家看到右下角的圖片 兩個房門都是上鎖匙的 開不了 他覺得這件事不想對路 立即打電話去報警 跟辦事處說有沒有問題 辦事處立即打電話去報警 警察來到的時候都開不了門 於是叫消防員爆門 一爆門 在其中一張床底下 就找到一個大的鐵箱 一看到鐵箱裡 臭味就從鐵箱裡走出來 就是途中的鐵箱 你知道這個鐵箱用來做什麼嗎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 這些鐵箱其實有一兩個用途 現在的人就不會用 我們以前因為有床下底 即是那些樓架床 就會將這些鐵箱放在裏面 有時候放在裝修的工具 有時候放棉皮 舊的東西放進去 這麼大個? 是的很多的 我們以前 再早一點就不是用鐵箱 我們叫一個字 你們不知道是什麼 叫木籠 木籠 你七十後一定知道什麼是木籠 家裡怎麼也有木籠 有時候媽媽跟你說 那些東西放進去木籠 你就知道有一個大箱 就放進去 這些鐵箱 其實張偉文之前不是做過測量的護衛 然後做過維修的學徒 沒有東西做就做裝修 他平時用來裝修的器材 就放在鐵箱裡面 你見到鐵箱的時候 當時警察就立即 照消防員打開鐵箱 誰不知一打開鐵箱 裡面看到的東西是孔冷卜 首先看到裡面 明顯那一層鋪了 再寫著